每一早,早上的8点30分 今天是5月的11号,星期五 各位,再过两天,5月13号,就是我们星期天 那星期天是这个母亲,是我们的母亲节 这个星期天母亲节 那我们看看,我们在这边祝全天下母亲平安,健康,开心 全天下伟大的母亲,平安,健康,开心 各位,幸福是自己找的 全天下的母亲都要找到自己的幸福 财富是自己创造的 全天下的母亲都要每天努力的工作 每天顾虑的家庭,找到自己的财富 不管说你固定的劳工吸水,不管你投资赚钱 不管你在那边做路灯汤,做生意 就是向我们单亲妈妈去卖番薯 都生意大兴隆 大家每天财富是累积的 那么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轮椅记者呢 我都已经是一个残障的人了 在这边住,燕国荣 代表我们全体的志工 因为我到现在请不起员工都是志工 庆祝大家成功 母亲节 这是一个很感念的 每个人都有母亲 在此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开心 天天有进步 天天成长 跟着轮椅记者 你面对人生的挫折 统统不一样 四年半前我是个正常人 那我就做正常人的事情 四年半过了四年半了 到今天呢 我们变成长张 轮椅 做轮椅 其实 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所以说你们要面对轮椅的生活 每天要赚钱 每天要学习赚钱 每天要学习什么呢 不但要赚钱 要享受吃美食 然后呢 去旅游 放松心情 母亲节 我们赚了钱 带着妈妈 一起去吃高级的料理 吃个川菜 湖南菜 吃个牛排 大家生活快乐 高高兴兴的 人生不要天边一边 都是有变化的 OK 跟着轮椅记者 每天过着 赚钱 过着 吃美食 去旅游的 好日子 有问题 打电话来